苏年哥 你找我有事啊 坐 这不是我考试的卷子吗 是啊 你给我这个干嘛 你把最后撕到大题 做给我看看 坐 你考试的时候 做完前面的题还剩多久 还剩四十分钟 我当时花了十分钟检查来着 那我给你三十分钟 认真做 就当是在考场 有这个必要吗 开始 还剩二十九分钟 还剩二十九分钟 你 安静 你们这是上课的样子吗 张老师今天有事啊 我来替他发一下卷子 刘老师啊 你能看懂我初学吗 我能看得懂分数 那就行 就你画 翻回 七十八分 不及格 陈雪 怎么你也不及格呀 七十八分 谢谢老师 好好努力啊 邵雪 一百零一分 多少分 我没听过错 没几百零一 没听过错吗 不应该呀 这次给你机会 下次别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吴欢 你发挥得很稳定吗 五十六分 不及格 不知道他数学咋学的 一百四十五分 张琪 一百四十五分 等等 是你自己答的吗 那不然呢 你这数学接近满分 语言接近零分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这都被你看出来啊 凌十一 我先走了啊 不等小雪了啊 我还有事儿 张琪 哎 跑得快了吗呀 我肯定也去完吧 四年哥 考得怎么样 你怎么做到的呀 谢谢同学们 周末还过来汪老师干活 这些呢 是高一年级的考卷 希望同学们秉承对自己负责 更是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认真判卷 去吧 四年 平常 你不是不太愿意参加这些吗 这次怎么主动要求的呢 总门头学习 也不好 张老师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想恳求您考虑一下 苏年哥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你以后要是有事儿 我必定做他们导火 我没什么事儿 你认真哪儿就行了 不知道吗 阿姨们好 你下学了 小雪 你回来得正好 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你家有好事儿等着你呢 什么好事儿呀 你要当姐姐了 你说这两孩子之间差十几岁 会不会玩不来啊 你放心吧 人家是亲生的 那肯定没问题呀 是不是 现在要二胎会不会很麻烦呀 没什么吧 他们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 大不了花点钱 要是交不出来呀 我替他们交 回头孩子出来 管我叫干妈 美得你我早就预定了 你拍我后面 你还给我抢 抢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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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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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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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再见 好好好 怎么就你们俩 我们家那护士魔王呢 没跟你们一起啊 又去那网吧了是不是 臭小子 我找得起 你这熊孩子 你别闹了 咱们也回去吧 妈 嗯 你先回吧 好 嗯 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突然 突然有点乱 不想要弟弟和妹妹 哎 我也不知道 走吧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呀 孙年哥 你怎么发现这儿了呀 不是我发现的 他一直都在这儿 原来故宫的背后是这样的 来这儿的人 都从这儿出去 但是很少有人回头看看 孙年哥真有你的 喝愁了 愁 说 我 我怕你笑话我 我笑话你的时候还少吗 我愁的是 要是真的有了弟弟妹妹 你们对我的喜欢 是不是就只剩一半了